再来我们要很快加紧脚步 请赖老师来跟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法国的这个选举 因为呢现在很显然马克宏惨输 那极右派的国民联盟 是获得14.2%的选票位居第一 范左翼的联盟 新人民阵线是29.1% 但马克宏阵营是21.5% 是排在第三 所以马克宏真的输得蛮惨的 那也有这个外媒就在评论了 说极右翼的国民联盟领先 不排除有可能要颠覆 他们的政治秩序了 那接下来第二轮的投票 将会在7月7号登场 那么马克宏是不是真的 注定成搏押 我想请赖老师来预测一下 你怎么看接下来的选举结果 我觉得选举结果还充满了变数 那目前对马克宏确实不利 但是极右翼能不能就这一次 就一级成功掌握政权 我觉得未必 当然如果您从目前的民调来看 从他的实质的得票率来看 他排名第一 但是由于法国的选举制度 他是两轮的 所以7月7号是最后一次的一个投票 他的规则是这样子 如果你在第一轮投票 第一轮也就是6月30号的投票 你就已经拿到 12.5百分比的选票 你就自动就进入第二轮 只要没有人超过绝对的多数 你就自动进入第二轮 好那第二种方式就是 如果没有人拿到12.5的这个选票 那就取前两名 那就是两个人对决 所以在第二轮投票中 就会有一些选区 他是三个候选人 有一些选区是四个候选人 因为四个人都拿到 12.5的选票 那这样的一些人里面 在法国在这一次的 第二轮的投票中 三组候选人 或是四组候选人的 有311个选区 法国是577个选区 要选出国会议员 那你看看 三个人跟四个人的 有311的选区 所以他就会影响很大 那311的选区中 绝大部分都有 极右翼的人在内 可是如果这些选区里面 有人就说那我不选了 我让出来 然后我让非极右翼的 有可能当选 那这样的话 极右翼他当选的难度就高了 就提高了 这其中里面有 155个选区的候选人 他说我不选了 因为我排名第三 我排名第三 然后我是左翼的 因为左翼的领袖 他呼吁一票都不给其右翼 所以当你是第三名的时候 你就不要选了 这个时候有105个左翼的人 说那我就不选了 然后包括右翼的 跟中间选民的 总共是155个人 说他不选了 这样的情形是不是 他们就更有利于 击败极右翼了 所以变数就从这边开始发生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就是取前两名的 这个选区就有200多席嘛 那他们本身由于法国人的焦虑 他们本身认为 极右翼是共和国的敌人 那因此他们可能 本来我是支持左派的 那我就忍 我就含泪把票给右派 但是不给极右翼 或是我本来是支持右翼的 我讨厌左派 可是我更不讨厌极右翼 我就含泪把票给左翼 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 最后的选举结果还会改变 可是目前预估这次的右翼 他的进展 进账会很多 应该至少240席到280席 如果他超过280席到289 他就超过绝对多数 马克龙就绝对麻烦了 对 但是现在就是 要能够到289 其实听起来是有贵数的 不容易 比较不容易啦 是的 所以换句话说 应该就是一个类似像联合政府嘛 这样听起来 一定是联合政府 在法国他们基本上都是 他们几乎没有一个党 可以超过2分之1的多数 所以基本上都是组成联合政府 可是问题是 各个党派都不愿意跟 极右翼组成联合政府 所以极右翼要组成政府的难度很高 所以他必须要超过这个绝对的多数 他才有可能就直接执政 所以对于极右翼的来说的话 他现在是卯足全力 要拼最后的这一里路了 对对 换句话说7月7号以后 这个到时候这个恐怕 对于马克龙来讲 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啦 绝对不是好事 对对那 但是如果照这样来讲 还有一个人就是 是不是也是愁眉苦脸 这个人就是这个冯德莱恩 对对为什么 我想其实大家都会非常的好奇 就是说这个事情 跟冯德莱恩有什么关系 好请赖老师要解释一下 先谈谈这个部分 冯德莱恩注定他在这个任期 至少前半年到前一年 应该是苦瓜脸过日子 最少前半年是苦瓜脸 为什么是苦瓜脸 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那就是法国如果 极右翼当家的话 极右翼他们是反对 这个法国承担 欧盟更多的预算 那因此他们一旦 他组成政府了以后 他在编列预算这个部分 他不会给欧盟预算 那这个冯德莱恩来没钱 怎么养欧盟的公务员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极右翼的主张是 只要违反我国家利益 我就否决 那你冯德莱恩 如果你去满足 美国人的利益 然后你牺牲 我法国人的利益 那我就给你钢到底 他绝对不会支持你 那冯德莱恩 就会痛苦万分 他会有事没事 就是跟你对骂 然后投下否决票 或是拒绝执行 那你欧盟很有可能 就分奔离析 欧盟就必须要协调 因为法国是有影响力的大国 那他的政策就推不动 好 这是半个苦瓜脸 现在还有一个半个苦瓜脸 那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从现在开始 他是轮值国主席 7月1号开始 接下来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6个月 他主张修补跟俄罗斯的关系 更主张他要铲除 欧盟跟中国之间 由冯德莱恩 他们所制造出来的障碍 那你说冯德莱恩 会不会是苦瓜脸中的 另外一个半个苦瓜脸 因为匈牙利认为说 没有理由 我们要跟中国大陆对抗 没有理由 我们跟中国大陆为敌 我们跟中国大陆 一定是一个 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绝对反对 欧盟对于中国大陆加税 那7月4号 冯德莱恩加还是不加 对啊 他是主席 对 所以他有事没事两个月 就把冯德莱恩找来骂一顿 因为他是国家元首 你冯德莱恩也不过 就是部长中的部长 顶多就是所谓的总理级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你匈牙利他在主持 或是筹备这个理事峰会 就是27个国家的元首 峰会的时候 冯德莱恩是一定要参加的 但是冯德莱恩没有决策权 那这样的情形下 而且呢 他还可以把欧盟 动不动就找来谈说 我们这个理事会决议的话 你的执行清新怎么样 执行清新一有没有做 二有没有做 那你这样子弄的话 就让冯德莱恩 他要修理中国 就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困难 至少这半年 他不会有好日子过 对确实 那所以这个像你看 你看连法国之外 连这个匈牙利接欧盟轮值主席 这个外媒也都已经在评 说他因为那艾尔班 他的这个立场很清楚 就是比较亲俄罗斯 然后甚至他们还用了一个标题 说他可以帮习近平扫雷 在欧洲扫雷 是的他一定可以帮这个 欧洲的那些反中的那些冯德莱恩 那日子过得很不舒服 因为他没事 他有事没事 就把你逢得来人找来骂一顿 他都可以的 所以你觉得其实说 接下来其实像欧盟 他可能很多 本来都是要追随美国的 包括要提高 像电动车关税 或者这些 接下来可能看起来会 越来越困难 有很大的变数 因为极优异的在欧洲 他们都是以让自己伟大为主 对 所以匈牙利 像埃尔班就讲啊 要让欧洲再伟大 意大利也说啊 要让意大利再伟大 意大利优先啊 那如果法国的 极优异上来的话 也一定是法国优先啊 那怎么可能让你美国优先呢 当然是我法国优先啊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你冯德莱恩一直出卖 欧洲人利益 去满足美国人的利益 那他们怎么可能会答应呢 那所以冯德莱恩 一定是干得难过嘛 要不就是屈服嘛 就是哎呀 我就是保住官位就好 我当初出卖欧洲人利益 去满足美国人 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当 北约的秘书长 现在这个主舟的鸭子飞了 已经是荷兰的 这个前首相 李特去接了 那我已经不可能接了 那我就好好的干 我现在的这个 欧欧委会的主席 一个月有四五十万 那么那么肥可以用 那我这样子 你不要让我失业嘛 那么多的钱 我每天可以吃香喝辣的 那我就愿意乖乖的嘛 那这个时候他很有可能 不见得就会完全满足 美国人的利益了 好来好 当然这线上的网友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一下赖老师 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那给看望 因为在刚才呢 有留言 就是要问一下赖老师 就是有关于三中全会 到七月份再召开 有所谓的阴谋论 那您怎么看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没有什么阴谋论 因为中全会的召开 是根据国家的 或者党的任务 因为主要是党的任务 那中全会 尤其是三中全会 它有它的一定的 重要的使命 它最主要的是 要处理经济的问题 所以像十一届三中全会 您看它就是经济体制改革 那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量体 已经到目前为止 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了 已经超过美国 我们讲的是实质购买力 你真正的实力 已经超过美国 那这样的一个实力 超过美国 那美国只能够利用 一些部分的科技 打压中国 可是中国不能够只是 去把焦点 放在美国的打压上 中国的焦点是要放在 它未来的中国 应该是什么 要有一个战略性的导引 所以目前来讲 那么经过这一年多的讨论 思考找到了一个解方的 所以定出2035年的目标 就是现代化 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强国 就在这个时候 2035年要完成 那也就是说 2035年要打下一个 2049年最坚实的一个基础 这个基础要完全打下来 那它靠什么 靠科技公关 所以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 先召开了院士会议 那院士会议 全国的这些大头脑的人都来了 然后大家开始讨论 要怎么样为中国过化 2035年的科技强国的这个路径 所以在这一次的科技会议中 把六项六个领域的科技 包括仪器生产设备 全部都含在内了 六项也包括生物科技 都把它含在内 都规划好了以后 那么用科技做支撑 以举国之力 然后把最后三中全会 那么就派满定案了 所以这次三中全会没有什么阴谋论 那个外国人看到中国的雄心壮志 坦白说是吓到了 2035现在是2024 11年内中国要成为 全世界最强大的科技强国 要全方位的超越美国 那各位想想 这是何等气魄啊 哪有什么阴谋 没有的 不得了 这次传统六号 就已经让很多的外媒 感到相当的震撼了 然后偏偏因为他们美国 两个太空人都还回不来 回不来家 那NASA颜面无光 所以说他们不是不回家了 是他们还有任务 他们要去把那个漏气的东西 泄气好了 不要讲漏气 要把泄气的东西把它补好了 只是现在还不晓得在哪里补 要怎么补也找不出方法来 可是泄气一直在泄 如果继续漏气的话 那他就回不了家 最后还是要马斯克去拯救 拯救太空人 波音从此以后一落千丈 是是是 确实啊 这个让美国感到非常的难堪 颜面无光 那可是呢 现在还是要嘴硬嘛 因为我们讲说是回不来 他们讲说是暂时不回来 要把这个顺序把它讲成是 不回来不是回不来 回不来啦 对啊 可是事实上你看当这个 中国大陆现在这个 取回了这个月朗之后 还不是要这个 分享给其他各国 其他人说不公平 不公平 你怎么可以自己先研究 三年以后才给世界各国用呢 不公平 莫名其妙 然后还有一个不公平 更不公平你怎么不给我呢 是是是 美国就是这个态度啊 你怎么可以不给我呢 对 而且现在NASA还说什么 他们已经排除了什么障碍 然后就是意思是说 好像沃尔夫条款没关系 不算什么 我们也会在 我们也会在没有违反 这个条款的情况之下 可以跟中国大陆合作 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合作 你想得美啊 你先把沃尔夫条款拿掉吧 对 因为你那个没有拿掉的话 坦白讲这个大陆 根本甩都不甩你 所以我不太懂 这个NASA到底是在讲什么 他是在对内交代啦 我在想 第一个沃封条款先拿掉 对 第二个 你送什么多少技术来 我们就还给你 回报你多少技术 理尚网来嘛 你如果没有给中国大陆 太空贡献 中国大陆没有理由 主动先对你示好嘛 对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要有骨气哦 中国人骨气很重要 美国人没有对你 你示好贡献礼物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还以礼物 要先把礼物收了以后 再还以礼物 不要先给礼物啊 因为不是中国人 先惹美国人的 是美国人先惹中国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美国人先惹中国的时候 中国主动去送礼物 这叫做不要脸 好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蓝老师因为有朋友 大家在谈这个 卢沙野大使的谈话 请听看您的意见 欢迎看我的视频 请问千达 这个里面讲得非常的完整 很完整 是 是 好 来 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想美国其实现在 自己都焦头烂额了 那民主党现在呢 因为眼看着这个拜登 不能够让他在辩论会的那一场 这个持续这么漏气 那虽然说这个第一家庭 力拱力挺表态支持 可是呢 民主党现在呢 的说法就是他们打算要把 这个提名的时程 提前到七月中旬了 就党代表大会提前 对 本来是八月嘛 对 所以这招是不是有效 我觉得这招就有阴谋了 明谋 先讲明谋 断了那些民主党内 或是民主党的党友 包括纽约时报等在内 说把拜登撤换掉吧 断了他们的念想 这就是明谋 可是暗底下可能还有一个 更不可见人的 更深黑的一个阴谋 什么意思 这个阴谋就是如果拜登 真的选不下去了 拜登自己说 在提名之后 说我不选了 我不选了 然后就交由民主党的党委员会 全国委员会四百多人 就可以决定新的人选了 这个程序就简化了 也就是说可以简化到 不用党四千多人的 党代表来投票 可以简化到四百多人 他们讨论就好了 那四百多人就容易多了 四千多人很难 因为你一定要选票 而且有委托书 可是四百多人 他们说了就算了 所以这个就是更深的 见不得人的阴谋 如果拜登觉得 他真的不想选 大佬可以逼他说让委吧 我不晓得 没有啦 现在其实拜登他们 既然家里面都这样支持的话 我想他就是会继续评下去 但是如果稳败的话 那你想政治现实啊 对还有变数 但是所以才会说 要赶快就是 把这个时程提前嘛 然后把其他的不同的意见 消音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 生米主称守反的概念 不是吗 好来 今天也谢谢大家 我想帮我们来 持续按赞之外 帮我们把今天的影片连结 多多的分享好吗 好谢谢谢谢 这个Sky Guy 你也看太细了吧 说我看了你 心里甜滋滋的感觉 你等一下会读 读心术就对了 好来然后Running有留言说 卢沙也讲话看似驴唇不对马嘴 但他是在西方的关键媒体场合 发表中国的大政策大方针 我想这个很多人还是非常的关注 那我也再重复一下啦 就是因为呢 礼拜六跟赖老师的直播 在赖月仙TV里面的那个 情问前大里面已经有讲 赖老师有花一点时间 那欢迎大家就去回看 还要再次谢谢 A.Dolka您的斗内支持 那么也有看到你的留言了 谢谢谢谢 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 进行到这边呢 谢谢赖老师 谢谢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 好也谢谢大家 再会 再见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配件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